玩遊戲 海的那邊是敵人 海的那邊是敵人,你開麥 海的那邊是敵人 有聽到嗎? 海的那邊是敵人你好 安安幾歲哪里人? 25歲 廈門人 25歲廈門人 暴怒哥你好 好來這個校門暴怒哥你想說什麼 暴怒不了這個剛剛那位把我給鬥了 為什麼怎麼暴怒不了 他完全就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講話 然後他說要他要噴小粉紅 他媽的他要噴小粉紅我還以為是什麼 我還以為他說啊終於認清了共產黨跟小粉紅整天在那邊講什麼 兩岸一家親啊 總共整天跟台灣人那邊講 整天把台灣人當成親人啊 然後台灣人把他們當成仇人 他們也這樣直接無視掉的這種狀態覺得很不好 他又覺醒了 覺醒了要變成要抗爭要武力抗爭 要溜倒也不要溜倒不溜人了 就是直接直接無統啊 我還以為他是要這樣的結果現在講了半天 他媽全部都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講話 你按照在我的概念裡面你本身就是個小粉紅嗎 然後說你在台灣人的那個視角裡面你就是一個中共同路人嘛 你在這邊講什麼要噴小粉紅 我說什麼我不知道他在搞什麼他在講什麼 他可能他自己都講不出什麼東西 他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好OK 最後啊 最後啊 那個這個不然我就講這麼多話時間可能不太夠啊 好 那我就繼續評價一下那個什麼阿牙妹妹吧 你還要評價阿牙妹妹啊 你本來今天要講什麼 你今天就要評價阿牙妹妹嗎 我就評價他們兩個就好了 好 來 評價他的話我可以引出一些 留島不留人相關的東西嗎 哦 你就可以把怒氣值提高 好 阿牙妹妹他不是講那個什麼 大陸人很 那個我們很窮嘛 然後呢那個 饅頭不夠嘛 對吧 就那兩個饅頭 為什麼還有分台灣人一個呢 是 他實際上抨擊的就是和平統一的一個邏輯 他實際上抨擊的就是和平統一的邏輯 你看 台灣那幫國民黨那幫 那幫民族敗類那幫混蛋啊 把黃金 把黃金 中國人五千年的財富 通通收刮走 到那個什麼 跑到台灣省了 現在他們要搞獨立 然後結果呢 搞到現在 搞到現在我們只能從零開始 只能在一片廢墟上 從零開始 是 然後 然後現在美國他們還在制裁我們 還在打壓我們的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 你還要把你的那個什麼 你還要搞各種各樣的會台 你搞會台也好 對方把你當親人也好 對方根本不把你當親人嘛 把你當仇人嘛 現在最會配合 美國制裁 制裁我們的人是誰 就是台灣人嘛 就是台灣人嘛 然後你那邊跟他說我要搞會台措施 我要什麼兩岸一家庭 那不是從頭到尾 再放屁 你不把別人當親人 別人把你當親人沒有嘛 我就問你這個問題嘛 你把別人當親人 別人有沒有把你當親人嘛 所以說阿內他講什麼 他反對會台 他反對會台 他講那個什麼 我們本來就兩個饅頭 為什麼要分他一個 那我就在想你說的很對 這個邏輯太對了 所以說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把他們的饅頭 把他們的本屬於我們的東西 給搶奪回來 我們要把我們本屬於我們的東西 給奪回來 我們吃饅頭兩個饅頭 我們兩個饅頭不夠吃 不夠 我們兩個饅頭不夠吃 為什麼要分他們一個 對啊 我們把他們的東西奪過來 我們不要這幫狗漢奸 這幫狗台獨啊 他們拿著我們的東西 站著我們的土地 拿著我們的黃金 現在發展好了 現在他們要搞獨立了 能讓他們得逞 能讓他們過好日子嗎 絕對不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 你讓他們過上好日子 那大家比到辦理了 大家都覺得可以比到辦理了 誰當漢奸誰就能過好日子 誰去那個什麼搞同胞 誰去搶搶同胞的東西 然後趁之後再獨立 就能過上好日子 大家都比到辦理去 怎麼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 肯定要搞死他們 就算搞不死他們 也要搞殘他們 讓他們在痛苦的煎熬中 好好好 讓他們在痛苦的煎熬中掙扎 慢慢的死去 冷靜 冷靜 所以說 所以說 差不多差不多 這個邏輯啊 實際上就是什麼 實際上就是我的這個邏輯 實際上就是我的邏輯 他們那幫人 整天配合美國制裁 制裁我們 然後把我們當仇人 我們還要分饅頭給他 太多太多 我們還要分饅頭給他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是是是 所以說共產黨 他這個邏輯 實際上就是什麼 他這個國際主義的邏輯 就是那種人道主義 國際主義 但是你想想 西方哪幾個國家 西方有幾個國家 是靠國際主義發家的 西方中幾個國家 不是靠民主主義發家的 是 你美國 你美國那個 把那個什麼 有幾個國家 西方有幾個國家 不止美國了 西方有幾個國家 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奴役非洲黑人 是 有幾個西方國家 沒有奴役非洲黑人 有幾個國家 幾個西 幾個西方國家 沒有什麼 沒有去掠奪原住民的土地 是 沒有去屠殺原住民 是 是 西方就是 西方就是靠什麼 就是靠 靠奴役非洲人 靠什麼 靠那個 屠殺原住民 靠什麼 搶奪 人住民的土地 是 是 他發家的 然後你中共跟他說過 我要什麼民主主義 人道主義 這些講一大堆 是 他們肯定就是把你話當放屁 他們根本就不是這麼發家的 是 他們肯定是拒絕的 我的那個什麼 我的成功之路 就是這樣的 我的方法就是成功的 你中共想要成功 你就是用我的方法 你就是在學我的辦法 西方人現在的邏輯就是什麼 你中共之所以成功 就是因為在學習 就是因為你中共在學習我之前幹的事情 現在他們的這個邏輯就已經很明顯了 然後你中共還在這邊跟他講什麼 講什麼 講什麼 國際主義 講什麼 全球自由貿易 全球主義 講這麼一大堆 能不能把你講話當放屁嗎 是 你現在台灣人都不把你講話當放屁嗎 台灣人不僅把你講話當放屁 還把你當仇人嗎 是 就是你中共中共是對台灣人最好的 結果呢 結果他媽的一堆台灣人這麼說你中共怎麼怎麼樣 中共怎麼這樣 我就很奇怪 你們他媽又沒被中共統治 你們他媽罵中共 你們他媽還是人嗎 你們拿著中共好處罵中共 我他媽的 好好好 不要那麼多他媽 我樓下的狗啊 好好好忍一下 吃我的狗糧 吃我給的狗糧 他都不會罵我 太多太多 我家樓下的流浪狗吃了我的狗糧 他都不會罵我的 是是 真的是狗的 好好好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就說到這 好好好 謝謝謝謝你啊 幫那個幫那個 謝謝謝謝 好OKOK好 拜拜 拜拜 好來 這個 這個有時候發洩一下了 也可以 好來 下一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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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